大街上,于林正在卖菜,天寒地冻,生意也不怎么样,这时一个黑衣女人冲过来,那是你家孩子吧,小小年纪不学好,竟然学着偷东西。 言辞犀利,根本不容反驳,于林相信自己儿子,家里虽然没钱,但儿子也不会偷东西,这一点她是肯定的。 争执中,女人看到于林的脸,曾经的记忆瞬间涌现,她想到了什么,不再停留,转身匆匆离去。 回到家后,女人还是魂不守舍,脑海里又出现当年的一幕。 女人名叫乔倩,和于林是高中同学,还是一个村的,只不过当年于林落榜,乔倩考上大学,二人才慢慢断了联系。 如今老同学见面,乔倩没有兴奋,反而惊慌失措。 显然,她隐瞒了什么。 另一边,于林还在耐心教育儿子,人可以没钱,但不能没了志气,更不能做鸡鸣狗盗之事。 自从见到于林,乔倩整天疑神疑鬼,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自己。 时间久了,乔倩终于下定决心,想要申请退出门诊,左居后方。 无奈医院缺人,再加上乔倩本身医术过硬,很多患者过来只找于林医生。 没错,乔倩也叫于林,这是被大家记住的名字。 时间回到15年前,乔倩和于林一起参加高考。 成绩出来,乔倩落榜,于林被医学院录取。 可通知书并没有寄到于林手里,反而被乔倩的叔叔提前截获。 公安局长做些手脚还是很轻松的,一招黎毛换太子,换掉了一个女孩的人生。 高考势力后,于林颓废了一年,最后来到城市里卖菜谋生。 乔倩上了大学,又顺利进入医院,前途一片大好。 本以为这件事会逐渐淡化,结果前几天又遇到于林,乔倩的内心多少有点忐忑。 如今碰到老公的上司,趁看病期间随口说道,现在的菜贩子真多,缺金少两,还破坏城市整洁,甚至自己都丢了东西,很有可能是菜贩子做的。 上司一听,拍胸脯保证,整治,一定整治。 第二天,多个部门联合出击,把附近的菜贩子全部赶走。 大家不满,在小区卖菜多年,从没有违法乱计,不能说捏走就捏走。 城管解释,又住户举报,菜贩子偷了东西,引起不满,这才遭到举报。 众人一听,说的不就是于林吗? 前几天刚和业主发生争执,如今就跟着遭了秧。 菜贩子不乐意了,谁偷的谁离开,不要连累大家。 于林之趣,骑着三轮车离开了。 这里不让卖,那就去其他小区,弱大的城市还容不下他一个女人吗? 虽然还会被碾,但这件事总算是了了,只不过一切变得更艰难了。 另一边,乔倩终于松了一口气,本以为能恢复平静。 结果医院开设爱岗今夜标兵,乔倩业务能力突出,被一致选中,还要进行电视采访。 这一下乔倩炸毛了,怎么不提前说,太唐突了。 他对院长说,拒绝上电视,不过这种事关乎医院形象,由不得他不同意。 有了这件事,乔倩又变得疑神疑鬼,总感觉被人跟踪。 回到家后,乔倩下定决心给儿子转学,去市里最好的蓝天幼儿园。 因为自己的儿子总和于林儿子一起玩,他生怕会露出马脚。 事情还是不顺利,于林竟然应聘了蓝天幼儿园的保育员。 这几年于林重拾课本,一边卖菜,一边学习。 前不久刚好拿到成人大专的文聘,如今有了正式工作,于林很珍惜。 上班那天早早赶到,他想着多挣一点,以后让儿子也进入这所幼儿园。 刚到门口就接到保安通知,他被解雇了,现在不能进入幼儿园。 于林诧异,他是第一名啊,还签订了合同,怎么能说解雇就解雇呢? 院长听到动静赶了过来,告诉于林,他儿子偷东西的事情被人举报,在舆论压力下,他们只能解雇于林。 于林不死心,试图解释偷东西只是误会,结果无济于事。 这一刻,于林又气又恼,第一次打了儿子一巴掌,自己也气急攻心,直接晕倒在地。 送到医院检查,乔倩正好是主治医师,由于长期疲惫,再加上营养不良,这才陷入昏迷。 也许是良心不安,乔倩悄悄垫了医药费,几天后,于林出院,为表谢意,就登门拜访。 结果乔倩不在家,他的老公赵警官接待了于林。 谈话中得知,自己和于林一生同名同姓,也算是缘分。 巧合的是,自己当年也想学医,只不过落榜了。 无意间看到乔倩的照片,于林吓一跳,这不是当年的老同学吗,怎么改名了,还和自己同名同姓。 赵警官也懵了,自己的老婆是于林啊,怎么会出现一个陌生名字。 仔细一问才知道,二人是一个村的,当年是同班同学,高考还报考了同一所大学,只不过自己落榜了。 得到这些消息后,于林心里惊,难道当年的高考有猫腻? 与此同时,乔倩回到了乡下,通过父母找到了于林的母亲,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城里不好混,不如回老家发展。 哭口婆心地劝说,让母亲感动不已。 乔倩父亲煽风点火,让于林回来,工作我包了。 这句话分量很重,于林妈妈心动了,更加坚定让女儿回来。 另一边,于林陷入了沉思,她越想越不对劲,名字相同,学校相同,事情全部透露出诡异。 为了一茬究竟,于林约出赵警官套话,眼看喝得差不多了,于林开口,如果我也考上大学不知道会怎么样,赵警官迷迷糊糊,那还用说,当然是社会的栋梁,国家安排工作,也能分配房子,孩子也能上好学校,就像我老婆一样。 是啊,这些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,现在却无影无踪。 于林忍不住了,一股脑说出冒名顶替的事情。 赵警官瞬间清醒,这可不是开玩笑,事情太大了。 回到家后,赵警官拿于林试探,在看到老婆落泪时,赵警官什么都明白了。 第二天,买来大彩店过来赔礼道歉,没说冒名顶替的事情,借口只是过来看望。 于林明白了,揭穿自己老婆,赵警官做不到,只能做些补偿算作了事。 这时于林也收到母亲来信,让她带孩子回老家。 终于,乔倩父亲露出了凶效,答应赔偿三万块,换取这个秘密永远不会泄露,甚至还放出狠话。 自己上面有人,就算打官司也输不了。 于林没有犹豫,直接拒绝。 高考失利后,她的人生陷入了灰暗,家里没钱也没学历,只能去城里做菜贩子。 几年前虽然结婚了,但丈夫却在一次意外中不幸身亡。 为了拉扯大孩子,她一个女人受了多少苦,遭了多少罪。 现在用轻飘飘的道歉就想弥补,想都别想。 紧接着,赵警官也找到于林,希望高抬贵手。 乔倩已经成为副院长,还被评委省劳模,即便打官司也不一定会输。 毕竟年代久远,很多东西已经找不到了。 于林又拒绝了,谁为她想过,她做错了什么,凭什么要忍气吞声。 最后乔倩也出面了,答应赔偿十五万,条件是永远离开自己的视线。 有其父必有其女,他们丝毫没有歉意,只想早早了事,摆脱这个麻烦。 于林爆发了,道歉能换回她的大学梦吗? 赔偿能迷失失去的人生吗? 她不该走,也没有理由走。 就在二人争执时,于林的儿子溜出医院,不幸出了车祸。 儿子的失去,让这个家彻底没了希望。 后来,于林上诉成功,将名字要了回来,还得到一笔赔偿金。 可这个女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 破旧的三轮车里,再也没有了唱耳歌的声音。 城市的谎言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 于林因为被冒名顶替,从此开始了灰暗人生。 原本那条路是通向天堂,如今却一步步堕入地狱。 地狱很冷,让人看不到希望,永远只能活在最低层。 而那些冒名顶替者,却衣着光鲜,丝毫没有愧疚。 堂而皇之地享受胜利的喜悦。 所以,永远不要原谅那些小偷,吃瓜群众也不要泛滥同情心。 未经他人苦,莫劝他人善。 我们期待公平,更期待法律的正义。